科学技术 他不但是世界第二佛强国家了 很可能变成世界第一佛强国家 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列于中国儒家的教育 佛家的教育好 日本人还没有能够把他发扬光大 还没有能够把他落实到生活上 如果佛法这个教育能够突变落实在日本人民日常生活当中 日本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 他就是世界领袖 他也绝对不会打败仗 这就是日本人有形式的佛教 没有实质的佛教 实质的佛教 是以爱心对一切众生的 实质的佛教 没有自私自利 日本人自私自利的观念非常强 你看看到外国他们移民 你到日本人家庭里面 他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一定是日本出产 其他国家他们不买 他们只赚别人的钱 别人想赚他的钱 就凭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世界领袖 成为世界领袖 那要像佛的这种心量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不分国家 不分自群 不分宗教 对于一切众生 一视同仁 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这才能成为世界领袖 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自己第一 别人是第二第三 永远做不了世界领袖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中国的好东西太多太多了 不要说别的 就单单讲文字 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都有文字 但是任何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国文字 中国文字智慧的符号 你看到这个符号 你会生智慧 这个是其他国家民族文字都没有的 这是了不起的发明 那么再看第二个 我因为全世界没有的 这个代表中国人的祖先 在这个世界是低流的智慧 我们的祖宗智慧 如果语言跟文字 统一 走一个路子 你也会随着时代 听到吗 好